进到别墅区的第一就让我联想到了当年红礼法师李书彤的一首绝剧 仿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莲田 最后一句的芳草碧莲田来形容这个别墅区是再好不过了 因为呢这个别墅区的草呢最高的已经长到了两米多 原来这里可以算得上是东北最大的省会各个城市的首富聚集地 我们现在看来啊 已经接近于十年的这个重大的别墅期 现在看起来依然是比较辉煌为暗 衬戳着当年这些富豪糜烂的生活 那么至于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已经不重要了 曾经已经辉煌过 现在呢大门紧闭荒草重生 到处都是臭气熏田 为什么呢 因为周边的很多普通家庭的邻居 当年只能是远光而望止 现在呢近距离接触到这些大别墅之后 把原来一楼的花园全部变成了自留地 开始种上了葱啊香菜辣椒菠菜 完全把大别墅现代化的富豪大别墅庄园 变成了田园小镇啊 我们看一下这些花园里种的葱 你不要以为这些大富豪有一天还回来去品尝这些纯野生的山菜 不可能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大富豪早已经离开了这些大别墅区 一部分呢 看的楼市不好 已经紧急的打撤离了 不知道去往何地 而其中一部分呢 因为当年投资了房地产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大别墅洋房区 现在可以算得上是倾家荡产 婚飞烟灭万劫不复 那么之所以到现在这个结果呢 一方面就是当年的城市化吧 在东北的城市化其实应该是全国最早的 那么这几个别墅园区呢 兴建于大概一二年开始左右 到二零年差不多就结束了 这里呢 当年超多的都是一些会所类的 或者是一些属于个人的会访吧 当年这里的辉煌啊 那简直是不言而异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进到这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地下啊 有一个门 它下面有地下二层 地下三层的车库 它可以从地下两层三层 直接坐电梯到达这个顶楼 面积呢 大概是七八百平到一千五六百平 不等 现在这里的房子已经出售了 大概有六七年五六年的时间了 但是能卖出去的 那只是凤毛麟角 几乎都没有卖出去 为什么 因为当年啊 很多买这个别墅的人 并没有实行过户 这就是大资本家大富豪 他们并不会长期打算在这里住这个房子 那后期呢 很多麻烦的原因导致这些房子都不能过户 过去这些房子都达到了均价五六万一平 而现在呢 基本上也就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价格 甚至已经破万 这么大一个面积的别墅 别说是让我们去买 就是赠送给我们 让你去重新装修 没有个几百万都下不来 据说呀 这里边最惨的富豪 现在连物业费都已经拖欠了很多年 已经拖欠了几十万了 那想一想 这些所谓当年的别墅 这都住人吧 现在昏得有多惨 此一时彼一时啊 那么富富过富不过三代 穷穷不过三代 但是在现实当中 像这样的大别墅 还是我们普通人 却是万而却步的 只不过 都是房地产的发展 创造了一批大首富 同时也比把一批大首富 创造成了穷人 甚至是比穷人还惨的 负债人 负债累累 甚至已经是暗无天日 过着人不忍鬼不鬼的生活 五一过后的第一天 五月六号周一 被正式下通知裁员了 为什么现在才裁员呢 其实呢 在去年2023年年末的时候 这个单位已经不运营了 那个时候呢 据说我们这个单位占地 这个地呢就被征用了 建成农贸市场了 全是最大的农贸市场 然后我们这个单位呢 也就关门了 那么说一说我们这个单位呢 我在单位一共是15年 我们这个单位呢 主要是做市场评估的 就在房产中心复义 整个周边都是做房产评估的 工作单位不是很大 做了15年的房产评估 在去年的时候 又传言 公司就是倒闭了 这块地就征用了 然后从去年开始呢 我们就已经开始居家办公 为什么说现在很多 还是从事的房产中介的 这个相关的行业 做了15年的房产评估 去年就几乎就没有工作了 今年的五一过后 正式接到通知 开始办理离职手续 说一下赔了赔偿金吧 赔了多少钱呢 那么过去15年呢 后期的三四年 每个月工资大概是 6500到7000之间 主要呢 还是看业绩 我们的基本工资是4500 平均来看 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6000 到手的话是6500元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赔偿是 每年是按照15年赔偿 一共是每年按照13000赔偿 N加1这个模式赔偿 一共是赔了275000多一点 所以说这15年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25万7000多一点 15年的 每年说是赔13000 然后再加上一些补贴 还有后期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后面有几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不发了 从此以后呢 我就是一个完全的自由职业者 那么像我们在40岁这个年龄 被离职的 其实这几年很多很多 包括我的同学 之前是在外企 佳能数码就是在当地做这个数码组件的 也是属于外企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呢 直接就是应聘到过去的 实习了几个月就开始正式入港了 工资一个月都15000多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也下岗 我弟弟是在北京中关村做软件开发的 平均工资都是在3万多 那么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也是算是留心停用 但是这个留心呢 就是每个月1000块钱 你自己回家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也没有开除你 但是如果是涉及到 他之前的这个业务往来的话 他需要移交过度 大概到现在一年的时间也移交完了 也正式离职了 现在呢也是算是很老吧 在家躺平了 现在像我们这个年龄40岁上下的 好多好多 在过去本以为找到了铁饭碗 本以为有了稳定的工作 一时无忧了吧 那么现在也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结果没想到 其实也不是意料之外吧 很多时候呢 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前 就已经有了蛛丝马迹 只不过这个事情 是或早或晚 接下来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吧 就是居家创业 也就是这么个过程 25万期 还点贷款 自己再留点 看看接下来再做点什么吧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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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